我們測出來這些數值 測出來這些數值我就放在螢幕上 測出來這些數值我就直接放在螢幕上 你自己看 比較特別的部分是Fuel World 它裡面有一個HDR可以開啟 High Log Gamma 這些數值我就直接放在螢幕上 你們自己看 比較特別的部分就是Fuel World 它有一個HDR的功能 就是有HLG 2020還有709跟P3的色彩空間 那其實它就只是一個曲線而已 對它的色彩空間完全沒有改變 但是Desk View這兩台Desk View 它的調整那個HDR 就是你如果調到709跟調到P3 色彩空間也會改變 我覺得還蠻酷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色彩空間在709比較多 那你就調到HDR709 那它顯示的色彩空間會更多 我也不知道 那如果你把HDR 在Desk View這兩台螢幕 如果把HDR螢幕關掉的話 你的色彩還原 整個就有點解體 就是沒有到很好 709 但是你怎麼調709都到不了99或98 它都落在一個92出頭 90出頭而已 就好像不是很好的結果 然後我還有測試 那我還有測試Desk View 它兩台螢幕出場都是預設 那我想說 如果我們把亮度調到80 就是降低一點點 看看會不會讓色彩空間 顏色還原更好 結果測出來是一模一樣 所以就是背光亮度 不管調多調少 它的顏色都是一樣糟糕 然後神牛的部分呢